你代表什么 你给别人开这个药一百多块钱 你卖别人两千九百多 这不是你说算 别人喜欢有新商品知道吗 长期的骗咱们这贵州老百姓过来他这里开药 几十块钱的药卖别人几千 黑血衣托车 进了这个地铁站 我们的人现在过去找这个罐子 兄弟 你好 我们的姐姐 你们是省医拉过来的吗 对对省医拉过来的 这个是被衣托带过来买的药啊 就这个是吧 还有点中药 哪里有那个生病的 耳朵没听到啊 他这个是收的你多少钱 3,960块 有单子没有啊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在某平台 2块8一盒 现在一盒两盒 15盒就这一堆药 42块钱的成本啊 其他的是开的这个中药啊 咱们看一下就像这种啊 这个成本也不会太高 他拿名片给你的是吧 有一张名片后面有个主任是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有粉丝投稿啊 对就是他 这不主任啊 我那里也有 他是主动找你搭讪的嘛 对 他就想问我 他就想问你怎么在这啊 他还知道你名字 然后他说这里这个意思怎么怎么样 对 这种店绝对让他开不了 那他还说出 我认识的人呢 他那是可能是在那里 其他一辆认识的 那可能是你 可能是你的信息泄露了 可能信息泄露了 他一直送过这 我还有人稀奇的 我说这个 这个点药有什么别的 他说不要开点 人家看 我都有点感觉不对 我说他要我们个人找的 警察听人家说的 这个好药的肯定是贵一点 他们就是抓住了你 一行求一的的形态 他说这药很贵重的 不要拿着人家看 他怕路线 他给别人看了就路线了 他也配奖还有良心 我们真的是 蛮高的这样出来啊 吃饭了我们都不舍得吃 我们不光是让他退了你们的钱 还是说以后他不能再继续这样骗人 农村家里没有钱的 为他们这样一骗几千上万的 你说别人多苦啊 本来就没钱来来求求医看病的 还有本来你说这个病三个月都好的 你吃的药不管用 拖到六个月拖七个月 越拖越严重 九十汤 九十汤 九十汤我说了 真的什么 你看又拿一个过来的 嗯 这是一顿母子 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啊 不知道这生什么病 然后又带你去了 这是我们现在跟踪的第二个啊 把他脸拍清楚 又提着一大把小伯的药就吹了 我也是病急一段同意 他说我在这个医院上班了啊 我叫什么什么 我带你们独山 你知道吗 嗯 我可能听出我们的口音了 我儿子讲话 心脏病这个小孩这个是 小孩子有心脏病啊 这个刚刚就现在没有半个小时 第二个先查一下他这个药 别人都哭了 知道吧 这些是人真的上进天亮真的 这个是十五块六一盒啊 有五盒七十八 然后这个这个是 八块九七盒 一百四十块钱的药 中药有没有 有药粉这一袋是吧 还有没有 没有了啊 就这一袋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块钱的药 加这一包药粉 他算你多少钱 两千九百八啊 你说这些人 真的是良心被狗吃了 哦 我认识 他说哦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来这里看病吗 我在这里上班 然后他这样 我们来了两三天 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病急了 同意的这样子 因为我的狗人全都了 三天多罪 骗了你们还要让你们给他买烟 他说买一包我我没烟了 等下那个要婚姻给那个医生啊 然后我就自己给就是收了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 这一次就给他买了 放心 这个我来帮你退 等会报公啊 报卫认委 其方这样有钱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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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患者被骗了 把他给他控制一下这个现场 把他诱骗过来买这个药 别动啊 你们家 问题大得很 知道吧 打开 打开